我們在關心到來自嘉義七的消息 這是天主教的審某基金會加基東心 修讀基盤就要請青少年參加的環保力行動 特別基盤 紫色觀點青春攝影展 要請青少年去拍影感中的幸好下期 並由富士長的市長來親自頒獎和獲獎的民眾 你中獎的獎品 董博在快藝生活村 T24的官社 董博來電視檔中 說來青少年頭過立領典現對著環保力行動 屬客的紫色觀點立領典在 在網路上邀請到青少年朋友 用相機 協助幸福生氣的風貌 作為計劃無保力的社會環境 起因青少年到後參加 總共有13組的團體作品 和42房的個人作品報名 頭過網路導遊活動 參與人數集到475萬人 正式正式 和學後有加公教 夫妻出現立在 合身目進行比 富士平中逢典 頒獎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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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家庭是我們最溫心的一個地方 是我們的避風港 可是非常遺憾 我們在102年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有13萬的家暴案件 平均一天360件 所以對我們家庭生活的一個期待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 因此我们就透过这个紫色色影展 来呼吁大家要反家庭暴力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暴力 都能够离开我们的家庭 今天是政府家庭保留主件的后部 一切最终投资的影响 无法提供依王比较少于青少年 作为主席办理环法律的网络 所以特别仰议青少年 这基本上是紫色观点 青春与压抑制 紫色的紫色基环法律的基石石码 希望可以到达青少年自己的角度 来看到他身边没有环法律的原因 水星新闻中文王秋山与其蔡幸福多